福建邦洗钱案追踪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近期涉及天价洗钱案的福建邦 常去喝酒 唱歌以及吊花 花费高达上百万元 十名外国人 以涉及伪造文件和洗黑钱等罪行 落网被控 涉及财务总值约十亿元 相信是本地近年来 涉款金额最大的犯罪活动 被控的十人是苏海金 40岁 苏宝林 41岁 苏建峰 35岁 张瑞静 44岁 林宝颖 43岁 王水明 42岁 陈清远 33岁 苏文强 31岁 王宝森 31岁 和王德海 34岁 涉案者都来自中国福建 号称为福建邦 福建邦 常到夜店吊花 有时吊花钱高达百万元 据了解 疫情爆发前 福建邦在滨海广场一带的高级夜店消费 疫情后 他们就转移阵地 经常到乌节路一带的高级夜店光顾 知情人士也透露 福建邦到高级夜店消费时 陪伴的都是中国级的女郎 加上消费方式奢侈 因此才声名大噪 他们之前到夜店来玩 行径都是很高调的 这些高级夜店 烈酒的价格不菲 套房多数以金碧辉煌为主题 营造出一种高贵奢华的气氛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 只是石声味道